Super Mommy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Alex 林德順 現在我們在It's Playtime 在時代廣場 這個公園是設計給小朋友的 我和Botanic Union一起設計後面的設計 靈感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我們認為是音樂部門 跟聲音有關的 我小時候很喜歡去廚房 把鑊全部放出來 然後就像打鼓一樣 我們就想把這東西 在綠色的主題再包裝得更漂亮 所以你會看到鑊有些樹葉 又可以讓小朋友聽不同的Beat 所以你這邊敲 其實你在那邊也聽到 這個是我的作品 我最希望小朋友來到這裡看到什麼呢 就是環保和綠色的生活 我覺得現在這兩個主題 就對於不只是小朋友 所有人很重要 你會看到後面 樹這樣 最高的設計 其實那個很有意義的 那個是Botanic Human 和一間學校的小朋友一起設計的 希望如果有些新的小朋友來到這裡 看到這些環保的作品 我覺得可以吸引到他們 環保和音樂是一個很有趣的主題 譬如幾年前有一個歌手 叫做Jack Johnson 他就在Hawaii 把他的房子變成一個完全環保 用環保電的一間房子 然後他整個專輯就是用著那間房子 製造的電來製造 所以他的歌手 你可以用環保的力量製造出來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有趣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會不會有一個環保的音樂節呢 我覺得如果有 我也很想參與 我的夢可以有一天 好像以前演唱會走浮 但是我會把這個表演 去到哪裡呢 又有音樂廳 又可以做瑜伽 又可以玩一個星期 Hello 我是德瑞幼稚園部和小學部的總校長 我是朱子永校長 話說這個活動 其實就是我們其中一位家長 因為我們學校和家長的關係 比其他家長更加密切 我們其中一位家長 很熱衷於環保 保育 耕種等等的活動 有一天我們就一起聊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件事情 有一些一起合作呢 於是就有今天這個 在香港時代廣場 這個活動去創作了出來 我們學生參與了兩大部分 我們學生參與了兩大部分 主要在很開初的時候 我們一千個學生 就交了一千個不同的作品 我們和老師和校長 一起在一千個作品裡面 去選了一些我們覺得 很有創意 可實行性的一些作品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作品 和Modernic Union 一起成為一個實物化 第二個部分 我們學生參與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場景裡面 有很多環保的一些車輪 其實都是我們 德帥小學的學生 利用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就將每一條車輪去游好它 成為今天你看到很漂亮的 一些Upcycling的花盆 今次這個活動 就是通過小朋友他們 可能很簡單 添加航空在畫面上 創作自己的作品 但是其實我們成年人 用了多一百倍的努力 令到這件事實踐出來 我想剛才我們看到我們的學生 拿著他原底自己創作的原稿 去到見到自己的實物的時候 那個觸碰令他的心靈的感覺 其實就是我們想追求的一種 觸碰心靈的教育